OK 那么你有了这个GS之后 我们就写这个地址对应的试图 我就可以在订单里面再订一个试图 这个试图的作用呢 就是创建订单 在下面再来一个 那么我们就在这边呢 再来一个类 叫它class order commit view 继承于我们的view 好这个东西呢 它叫订单创建 订单 创建 那么这部呢 你既然是post提交的 我就涉及到这个post函数 在我们这里面呢 定一个post define post 先写self 然后呢写一个request 这里面 这个函数呢也是我们的这个订单 创建啊 然后在这里面呢 先写一个post啊 我先把它的地址配置一下 在这里面 叫做 order commit view 好在这里面加一个commit 而写上一个叫做commit 到了 对应着是我们的ordercommit view.sview 里面 name呢就叫做 commit 在这里面呢 然后呢这里面写上一个 订单 创建 好 那么把这个地址配置完之后啊 下面我们就分析一下我们这个里面要干嘛啊 里面要干嘛 那么 首先呢在这边啊 我们说前端的吧 前端采用的是这个post几乎 前端传递的参数啊 我们已经做了啊 前端传递的参数 那么包括这个地址的ID 哎就是我们的ADDR下滑线ID 还有呢支付方式 pay manage啊 然后还有呢这个用户要购买的啊 要购买的商品ID的商品ID 哎这样的一个字符串啊 字符串 哎那么这个呢叫做sqid s好这是这三个东西啊 有了这三个东西 对吧 我们就在这里面去分析一下我们要干嘛啊 首先在这里面 那么这个呢 我们首先还是要说一下 就这个订单创建的话 对吧 用户呢 没有登录之后 他也是不能让他去访问我这个地址的啊 而这一部呢 也是我们的阿加克斯 所以呢 在这一部分 首先先去判断用户的是否 登录啊 判断 用户是否登录啊 就我去拿到这个user request点user啊 等我拿完之后对吧 我先去做一个判断 如果user点isautocated啊 not前面加一个 not 没登录 这里面就说明 哎用户 未登录 那么我就返回一个对应的json啊 导入这个jsonresponse啊 from 将go.http import我们的jsonresponse啊 在这里面加的时候呢 我就写上一个returnjsonresponse 写上一个res 好 写完res之后 那么写上一个零 然后呢 error message啊 error message啊 告诉你这个 用户为登录啊 用户为登录啊 用户为登录 好 这是我们第一步的教研 对吧 教研完之后啊 我们该做什么啊 就开始做什么了啊 你传的有参数 那我就去 去获取我们的参数啊 接收 参数 你要传的包括他们几个 对吧 我就接收 addr id 等于request点post.get addr id 把这个拿到 然后呢 支付方式我也要拿到 pay medad 等于request点post 点post.get 写上我们的pay medad 好 把这个也拿到 然后还有这样 用户要购买的 id呢 自付串 这个呢 也要拿到sq ids等于request点post.get 写上一个sqid s 好 这是我们前端 发过来的这三个参数 拿到之后 对吧 下面紧接着继续参数的 一个教研啊 教研我们的参数 好 首先我们先判断一下 这三个有没有全传啊 not 哦 写上一个啊 addr id paymedad 然后呢sqids 好 否则 如果这条件成立的话 数据不完整 return 写上一个 is 写上一个 e 然后呢 写上一个 error message啊 告诉你这个 参数 不完整 对吧 参数啊 不完整 OK 这是我们这个啊 把这个 做完之后 下面 我们先去教研这个完整性啊 然后呢 这三个参数 我们都要去教研啊 首先呢 我们给大家教研哪一个呢 我们给大家教研这个 支付的方式啊 你比如我支付的方式 在我这边呢 我对应的这个model里面 我们只有这个1234 对吧 但你假如说 你给我传过来一个5 我这个支付方式呢 根本就 没有 所以呢 我需要呢 去 教研 支付 方式啊 支付方式 那么这个支付方式 怎么教研呢 我们在这里面 给大家拿一个字典过来啊 给大家拿一个字典过来 这个字典呢 注意啊 我在这里面去拿一个字典过来啊 找到我们的models里面 拿一个字典过来啊 这个需要在我们的模型里里面呢 再去定一个字典啊 什么字典呢 就把这个字典给他拿过来啊 我们在这里面 把这 我直接把这三个都拿过来啊 我们用的就是最上面这个啊 把它放到我们的这个 order的models里面 你看到啊 在这里面 我拿了一个字典 这个字典里面 首先我们在这里面写什么呢 我们在这里面啊 把它写 我就再把它转化成一个字符传啊 前面这个啊 就是 键呢 就是字符传1234 然后值呢 就是对应的这个 东西 对吧 那么现在你看一下啊 我们这个字典里面 对吧 它的键都是1234 那我是不是可以取这个字典的键 取这个字典的键 对吧 它的这个case 对吧 哎 我取它的case 那我在这里面判断的时候 你在views里面 你这个paymethod的 如果不在我这个字典的键里面 它是不是就不是一个合法的制度方式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呢 这样做啊 拿出这个字典之后 我们就可以做了啊 把这个东西 我们这个字典呢 定义在这个类里面 所以呢 我要把这个类呢 给它导入过来啊 直接from我们的 order.models啊 import我们的 order info 那么关于order.info这边呢 我就可以呢 去判断了啊 如果 paymethod的 对吧 not 因为我们的 order.info里面有个字典 这个字典呢 叫做我们的这个 paymethods 对吧 他的点什么呢 点这个case 你只要不在里面说明这个支付方式呢 是非法的啊 我们就直接返回一个东西 return 写上一个res呢 v2啊 v2 然后呢 告诉你这个rmessage啊 给你提 给你一个提示这个 非法的支付方式啊 ok 这叫 叫按这个 叫按完这个 这个这个之后呢 紧接着再去看这个地址 我们要查一下这个地址到底 有没有啊 所以在这边 叫按这个 地址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 查一下 try 好 addr等于我们的 address .object .get id呢 等于我们的 addr的 id 好 如果出了这个错误 address dn 达生的 exit 对吧 说明这个地址 不存在 好 不存在的话 对吧 返回一个数据啊 return gns response 告诉你这个 3 error message啊 然后 地址 非法 对吧 地址非法 地址没有啊 地址没有 好 这里面是教验这个 支付方程 还有这个 地址 id啊 关于这个sqid 什么时候教验啊 我们一会儿再去教验啊 我们先把这些数据 教验完之后 你注意啊 前面这块都是我们的一个数据的教验对吧 下面这块就涉及到我们创建订单的一个核心的业务啊 就是创建订单的核心业务啊 就在这里面创建订单 那么核心业务啊 那么 然后你注意啊 创建订单核心业务这块 我们在这里面 首先 我们要给大家做一个分析啊 那么这个分析的话 就是 我用户呢 我下一个订单的时候 对吧 我们说 订单里面呢 有两张表 一个呢 叫做订单信息表 订单 订单 信息表啊 订单信息表 那么这个信息表呢 我们叫做啊 DF 它就对应着我们的 OderInfo模型类 然后还有个呢 叫做订单 商品表 对吧 商品表啊 它的名字呢 叫DF OderGoose啊 OderGoose 好 那么 下面啊 哎 问题来了 那么假如说 用户呢 他下一个订单的时候 对吧 我要往这个订单信息表里面 加几条信息 加几条信息 用户下一个订单的时候 我要往里面加几 我要往他里面加几条信息 对吧 哎 对吧 用户 注意啊 用户每下一个订单 就我们在这里面 就是用户 每下一个订单 对吧 每下一个订单 那么需要像 哎 就像 每下一个订单 哎 就像我们的 哎 就需要啊 就需要 哎 像我们的这个 DF OderInfo表中 加入一条 记录啊 表中啊 加入 表中 哎 加入 一条 记录 OK 那么 然后呢 我下一个订单 我要往他里面加几条 加几条记录 好 OK啊 那么这个你要明白的就是 用户的啊 就是用户的订单中 对吧 订单中 有几个商品 对吧 有几个 商品 那么 就需要啊 就 就需要啊 就需要 像我们的 DF Oder 故事表中 加几条 记录 对吧 加入啊 几条 记录 OK啊 那么这个东西啊 你注意啊 这俩 对吧 你首先你要明确这俩 你就明确的这俩 你才能去做这个订单的逻辑啊 用户每下一个订单 我就需要往DF Oder Info表里面呢 加一条 记录 用户的订单里面买了几个商品 对吧 我就需要往DF的里面呢 加入几条 记录啊 你比如说用户呢 现在下了一个订单 这个订单里面呢 它包括三个商品啊 首先 ID为1的 ID为1的啊 买了这个5件 对吧 然后呢 这个 ID为2呢 买了3件 ID为10呢 买了2件 我证明 我是不是要往我的订单 我要往我的订单 商品表里面加三条记录 三个商品对吧 这里面啊 你要明确这一点啊 你首先你要明确这一点啊 你才能继续往下做啊 那么这里面呢 这个表呢 其实呢 就在我们刚刚给大家看的这个表啊 就他俩表 没下一个订单 往他里面加一条信息 加一条记录 然后订单里面买了几个商品 往这里面加几条记录啊 他俩呢 是需要在一块的啊 需要在一块的啊 所以呢 这一步呢 就是我们给大家缺的 说这个东西啊 那我先把这俩表 我复制一下啊 复制完 我们先拿到这边好看一下啊 你注意这要不要啊 好 那么明确了 他只好啊 在这里面 创建订单的核心业务 那么我现在问一下你啊 你在创建一个订单的时候 对吧 你是先往他 这个表里面加信息 还是往这个表里面加信息 哎 先往订单信息表面加信息 对吧 因为这个里面 他是不是有一个外件 对吧 你不加完这个外 这个这个外件 是不是就没有 对吧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面 你需要做的啊 下面我们的核心业务这边 需要干嘛呢 像 像我们的啊 就是你去 首先你需要先向我们的 DFO O的 info表中 对吧 哎 info啊 表中 添加一条 记录啊 添加一条 记录 好 这是他的第一个啊 核心的关键点 往他里面去加入一个 记录啊 加入一个记录的话 那我们看一下 往DFO的info表里面 加一条记录 对吧 我们到底需要哪些参数 看一下这些参数 我们还 我们有没有都有 对吧 那么现在你看一下啊 首先你注意啊 我们就直接呢 找到我们的models 关于这个 O的info呢 就对应着我们的DFO的info 这个表 那往他里面加信息呢 你肯定是通过这个类来加 对吧 首先你看一下 你需要的东西啊 有哪些已经有了啊 比如说这个 这个有没有 哎 你注意啊 这个可不是自动的啊 O的ID是我们自己指定的一个主件啊 你自己指定完主件之后 ID 自动增长的那一列就没了啊 所以这个呢 你需要呢 自己去增加啊 所以首先看这个 O的ID我没有对吧 所以呢 你注意啊 缺少的这 我们添加它缺少的参数里面啊 我们哎 这个创建啊 创建我们的订单 哎 创建订单信息啊 创建我们的订单信息 记录 缺少的参数啊 你注意啊 缺少的参数 我们首先给它一个捋啊 首先第一个 O的ID还没有 对吧 然后呢 这个没有啊 然后继续往下捋 用户有没有 对吧 看Vios里面 你这个用户上面是不是已经有了 然后继续往下来 这个有没有 对吧 支付方式有没有 好 下面这个toto 看完呢 有没有 toto看完呢 现在有吗 看一下啊 这边是不是没有啊 你你直接看我们前面里面有没有这参数啊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对吧 所以呢 这边啊 toto看的是还没有对吧 所以呢 在这边啊 注意啊 缺少的还有这几个啊 叫做toto 看的 好 再往下啊 这个 总价格 toto price 对吧 toto price 也没有 然后呢 运费 对吧 运费呢 也还没有 那么叫做transit啊 price 好 那么再往下呢 你继续往下看 这里面这个订单的状态 对吧 我们刚创建一个订单 你需不需要往里面加这个值 对吧 你注意啊 这边呢 其实给你设置了一个 默认的值 就是处于一个未支付的 所以这个值你不需要呢 设置 然后还有呢 这个支付编号 我们现在还没有 对吧 但是呢 他有一个默认值叫做 default 所以这俩呢 你不需要呢 去 管啊 然后呢 看完这个东西之后 往订单信仪表里面 加一条信息 现在缺了 这几个 参数啊 那么 既然缺了这几个参数 对吧 我在这里面 我加之前 我往里面加之前 我是不是要把这几个参数 给他弄出来 对吧 所以你在这边啊 我们需要做的是 组织 我们的 参数啊 组织参数啊 这个参数首先第一个啊 我们缺少的这个订单的ID 我要给他来 弄出来啊 第一个叫做订单 ID 这是表的主件啊 那么这个订单ID 我们采用什么格式啊 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 我就采用这种年月日十分秒 比如说今天是这个2017年吧 11月 22号 对吧 现在是这个 我比如说这里面是下午六点 就是18点 对吧 然后呢 这个 16分钟 16分钟 对吧 16分 然后呢 再加上一个多少秒 比如说30秒 最后呢 这是这个时间 然后呢 为了保持这个订单的唯一 我再加上一个用户的ID啊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呢 拼出一个订单 那我们就可以呢 组织一个订单的ID啊 我就可以呢 但是或许当前的时间 我需要借助一个类啊 这个类呢 叫做datetime啊 from datetime import我们的datetime啊 那么在我们这边 我们只需要呢 是在这里面叫做datatetime.now 对吧 获取一个时间 然后呢 我要把这个时间呢 变成这样的一个字符串啊 格式化为一个字符串 它里面呢 有个函数叫做stir f time啊 我要把它变成这种格式的 就是百分号大y表示年 百分号m呢 表示月 百分号d呢 表示日 然后百分号h呢 大h啊 表示小时 百分号大m表示这个 分钟 百分号大s表示这个秒 这样的话啊 你只要拿到当前时间 他就可以呢 把这个时间呢 给你转化成这样的一个字符串 好 最终我要再去加一个 用户的id 加上我们的user的id 但是你要注意啊 这是一个字符串 id呢 是一个数字 加之前 使用啊 做一转化 做一转化啊 然后在这里面 好 现在 old id 就有了 old id 已经有了啊 那么 他有了之后 继续往下看这个total count和total price 对吧 那比如说这个运费 我们说运费呢 我们就直接呢 还是写色 在这里面呢 来一个运费啊 把这个运费先弄一下啊 运费 然后呢 写上一个叫做transit price 然后等于我们的这个 10 然后呢 至于下面呢 还需要这个 总数目和 总金额 对吧 总数目和总金额 我们这里面 现在有没有 现在是没有的啊 那么没有 我还要往里面去加这个记录 怎么做啊 我先给他 写两个默认值啊 我先把他俩呢 都设为 零叫做total 看呢 就直接total 看呢 等于零 然后呢 还有一个total price呢 也等于零 等我计算出来之后 我再把它改掉啊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先设计两个默认之后 你在这边 你看呢 我们创建 像这里面添加一条记录 所需要的参数呢 我们就已经都给他 组织了出来的吧 组织出来之后 我就可以往里面呢 去加这个记录了啊 那么加记录的话 其实呢 就通过我们的 order if 点object 添加一条记录 叫做create啊 然后你就一个一个 往外传 那么首先第一个 需要这个订单的id 我就传一个订单id啊 order id 我就去接一下这个值啊 order等于他 那么order id 就等于我们自己组织的 这个order id 然后下面 user和addr 那你就传入对应的信息 叫做 user等于我们的user 好 addr等于我们的addr 然后再往下继续找 支付方式对吧 paymethod等于我们的pay method 然后再往下 你像这里面的这个 total count total price 我就在那边呢 给他传过来 total count 等于我们的total count total price 等于total price 然后再往下呢 还有一个运费 叫做transit price 等于transit price 对吧 你像下面的这些 你是不是都不需要去转了 对吧 这俩 默认之就行了啊 那么现在到此为止 是不是往这个订单信息表中 添加了一条记录 对吧 那么现在啊 把它添加完一条记录之后呢 我们说我们创建一个订单 最关键的这一步呢 你做完之后 对吧 还有关键的一步呢 是不是用户的订单里面有几个商品 我就要往里面加几条记录 对吧 所以呢 这里面啊 还需要做了啊 这一步啊 就是我们需要呢 去啊 用户他的订单中有几个商品 我们需要向里面加几条记录啊 关于这个记录怎么添加 你看一下啊 用户的订单里面有几个商品 我们就加几个就 那用户的订单里面 到底有几个商品 哎 到底有几个商品 看到这边没有 你获取到的是不是这种格式的字符传 对吧 这里面是不是就是商品的ID 对吧 所以呢 这是一个以逗号分个字符传 那我可以呢 把它转换成一个列表 这一步呢 其实呢 在我们这边呢 直接呢 就SQIDS点分割 Split 以逗号分割 对吧 最终呢 有这样一个列表 我是不是再把它复制给它 它是不是就变成一个列表了 对吧 这个列表现在就变成了 我们说的这个ID 对吧 这种啊 总算 那么现在的话啊 我这个列表里面有几个元素 是不是里面就有几个商品 我是不是可以便利啊 往它里面加几条 所以呢 你在这边 我们就可以这样做啊 放 放什么呢 SQID 进行我们的SQIDS 好 你便利出来 每一个都是商品的ID 对吧 我呢 就可以呢 去获取这个商品的信息啊 获取商品的信息 好 这个刚刚呢 我们说 我们教验数据的时候呢 我们只教验它俩 然后呢 这个SQIDS呢 我们还没有做教验啊 所以你去查的时候呢 我们要判断一下这个商品 查到查不到啊 Try SQ 等于我们的故事SQ.objects.get 写上一个ID等于SQ ID啊 如果出了这个错的话 说明这个商品呢 它是不存的啊 商品不存的 那么怎么做呢 直接 Return 先是Response 写上一个RES呢 等于 现在看一下这个是到几了啊 4 4里面呢 写上一个 Error message 告诉他这个商品 不存的 OK啊 否则继续往下走的吧 我的目的便利的时候 我是不是要往他里面加记录 那么然后呢 你就去看一下 往他里面加记录 我们需要哪些参数啊 跟我们刚刚创业订单一样 需要的参数 你看一下 有哪些 有哪些没有啊 O的有没有 对吧 Icon 到我们现在执行到这边为止 你看一下 你需要有哪些参数 你用的 你就 看一下 有没有 这个有没有 对吧 这个是不是刚刚查的 对吧 然后呢 再往下这个 Counter有没有 用户要购买的商品的数目 有没有 哦 我们现在你是不是还没 这边还没把这个值拿出来 对吧 我说呢 他在哪里面呢 他在我们的 Redis里面啊 从 从我们的 Redis中 获取 用货 或许啊 用货 所要 购买的商品的数码 所要购买的 商品的 数量 好 这个话 我们就可以在外面呢 把这个东西给他拿到 把我们的这个 链接给他拿到啊 Connection 等于 Get Redis Connection 写上一个地方的啊 然后再往下 对吧 这里面还有个 Cartkey 就应该等于我们的 Cart效线 百分号 D 百分号 user的 ID 好 这样的话啊 有了他之后 对吧 我最终要取的时候呢 我就 Connection 点 H Get Get 谁呢 Cart 这个K里面 有一个属性 叫做SQID 我把它对应的值呢 给他 拿到 这里面是不是就是Cart呢 对吧 OK啊 那么 既然这个Cart呢 我拿出来 看到我创建一个 必要的记录 这仨是不是都有了 然后那个价格从哪来 对吧 你找到SQ了 SQ的Price 是不是就是这个价格 对吧 所以这个你也不需要担心 也有了 那么关于这个Cart的话 你刚下定单的时候 他是没有这个评论的 对吧 所以我们给他设置一个默认值 他既然有个默认值 我们也不需要去管啊 那么到此为止 这几个参论你都有了 哎 你就 我们就需要呢 像我们的DFO的表中呢 去加一条 记录啊 哎 这里面需要呢 是向DFO的故事表中 添加一条 记录 好 这个添加 还是呢 把我们这个类呢 你要给他导入过来 然后呢 放到我们 这个 ODAGUS啊 然后把它导入过来之后 你在这边 你加的时候 对吧 其实呢 就是我们 也是这个类的Crate啊 直接呢 是我们的 ODAGUS 点 OBJX 点Crate 对吧 Crate的时候呢 我需要的参数呢 还是在我们这边 首先有个ODA 对吧 这个ODA呢 我们刚刚呢 是不是已经创建好了 对吧 所以你在这边 你只需要传啊 ODA 等于我们的 ODA 然后再往下呢 这些呢 是SQ SQ呢 是不是 每变了一个 查到一个吧 SQ等于我们的SQ 然后再往下 这里面 还需要的是这个Count Count呢 我从Redis里面 把它取到了 所以Count呢 等于这个Count呢 然后Price 商品的价格 这个价格呢 SQ的Price 是不是拿到了 那么这四条信息 是不是查出来了 是不是添加了一条机构 你这样你便利的时候 每拿出一个ID 是不是往里面 加一条机构 就是我们说的啊 有几个商品 往里面加几条 机构啊 加几条机构 OK啊 这是它 那么注意啊 在这里面加完车啊 还有一步 我们也需要去做的啊 我用户对吧 我用户啊 我去下完这个订单的吧 我这订单啊 这个商品我已经买了 那商品的销量库存 你要不要变 对吧 所以呢 你需要在这里面啊 还有紧接着啊 在这里面我们要 更新商品的库存和销量 和销量 那么这个呢 你买了这么多件 我是不是销量减少 库存减少销量增加 那么对应的商品 现在是不是其实就是它 所以呢 你直接是 sq.库存 减等于我们的 con 转化成一个数字 int con 然后它的销量增加 sq. sq. sales 加等于我们的这个 inter con 最终 我要做一个更新的吧 更新就 sq. save 好 这是不是更新 那么注意啊 在变列的同时 我们上面 这个总数目和总金额 刚刚设置了一个默认值 对吧 那么 既然你在变列的时候 你能不能把它计算出来 对吧 所以呢 在这里面啊 我们呢 需要在后面呢 再来一个 我去呢 计算啊 累加 计算啊 累加计算 订单 商品的 总 数 总数目 总数量和总 价格 所以呢 这边呢 其实呢 你这个商品的价格叫price 乘这个con呢 是不是就是一个 小计 所以呢 先来一个amount啊 amount啊 那么小计呢 就应该等于这个sq的price 那么乘以我们的这个inter con啊 这是小计 对吧 那么 然后呢 还有这个数量 小计和数量 我们是不要累加到我们这个total 这两遍呢 是吧 啊 所以呢 这边啊 累加 total counter 加等于我们的这个inter counter 这是总数量啊 这是总数目 总价格是total price 加等于我们的amount啊 ok 这样加完之后 你经过这个循环之后 对吧 哎 表里面的这些记录 你也添加了 这个总数目和总价格呢 你也给它 计算出来啊 然后出了这个循环之后 那么 这两个表里面呢 这两个信息呢 必要的订单的信息 我都给它加进去了 对吧 但是呢 你要注意 这个里面呢 那个订单总数目和总价格呢 它还 不对啊 所以我出了这个循环之后 我需要去更新 对吧 我需要做一个更新啊 在这边我们需要去 更新 哎 更新啊 更新我们的订单 更新我们的订单信息表中啊 订单信息 信息 哎 表中的商品 总数量 对吧 哎 总数量 总数量 和 总 价格 所以呢 这边 哎 更新谁呢 是不是就更新这个order的 对吧 直接呢 是order 点 total 看呢 等于我们的total 看呢 order 点 total price 然后 等于我们的total price 好 最终我要把它做一个 更新 直接save 做一个更新 好 这样里面数据是不是都完整了 对吧 都完整了 这样的话 其实呢 我们创建一定的必要的数据 是不是都往表里面都加进去了 对吧 加完之后啊 注意 后面还有一步啊 用户在买完购物车里面的商品之后 购物车里面的记录需要删除啊 我们还是要从redis里面把它删掉 对吧 那么关于redis里面删除的话 还是用到我们之前讲的这个函数 哎 就是我们的 hdl 那么hdl的话 是不是可以呢 一下删除这个 我们用户买的这商品id在哪呢 是不是都在这个列表里面 你是不是把列表 只要在列表里面出现的 我是不是都删掉 所以在这边connection啊 点 hdl k 大家可以删除他里面哪些属性呢 在这里面都有的吧 那么注意啊 这里面你不能直接传一个列表 因为它是一个位置元素啊 它是一个位置元素 你得一个一个来传的吧 那么我们如果用一个列表来传的话 我可以对一个列表呢 相当于进行一个拆包 直接前面加一个 行 注意啊 这些你你用一个列表传位置三路的话 列表里面假如说有一个一有一个三的吧 你在前面的加一个新的话 就相当于他会把这个 一 三 作为这个参数呢 帮你传过来啊 所以这边应该写的是新sqid s 好 这样的话最终还是不是清除完了 对吧 这就是这个过程啊 然后呢 到此 这个订单的去生成了 最后呢 返回 应答 return 写上一个res 然后呢 写上一个这个 五 message 写上一个创建 成功 写上一个啊 创建 成功 那么这里面就是我们的后台试图啊 你注意啊 其实我们在这边给大家写的时候啊 前面这些都是他的一个判断啊 核心业务在哪 都是黄色的这几部分啊 关键两点都在这里面 关键两点就这两点 第一点 像我们的DFO的里面去添加一条 记录 然后用户的订单里面有几个产品 你要往DFO的故事里面加几条 记录啊 这是最创建一个订单最核心的两点 至于前面这些东西的吧 你添加一条记录 哎 你你添加你需要的这些参数 你没有 没有 你说你要把它组织出来啊 组织出来 然后这一步的话 往往这个订单商品表里面加条记录的话 用户要购买的商品的ID都在这边 所以呢 你把它转换成个列表 你便利出来几个ID 你要往里面加几个商品啊 加几个商品呢 现在前面我们也是在组织参数 对吧 把参数组织完之后 我就掉到它里面 往它里面的去加一条记录 但是我加完之后呢 我用户竟然买了这商品 商品的库存和销量呢 需要做一个更新 那么同时 我在这里面呢 一开始我们创网订单信息表里面 加数据的时候 这个总数目和总定项 为零 我在便利的时候 我可以把它做一个累加计算啊 那么累加计算 这个便利完成之后 因为这个订单信息表里面的 这个TotalCoin和TotalPrice 它俩的值呢 还不对 所以呢 我要对它做一个更新 更新完之后 我再把购物车里面的记录呢 给它删除 好 删除完之后 这个订单呢 就下单完成 这边返回一个RES呢 为5 那么在我们这边呢 前端GS这边 哎 我这个后台 洗完之后对吧 你就可以做了啊 如果这个 Data 它的RES呢 等一等于 这个我说明这个 创建 成功啊 创建成功 创建成功呢 我就 alert 我们在这边就直接有了一下一下 这个创建成功啊 创建 成功 那么 否则我就把错误消息给你弹出一下 alert data 点 error message啊 message OK 这里面呢 我们就看一下啊 我们这个订单能不能创建成功 那么把这个后台试图呢 我们也已经写完了啊 写完之后呢 这个地址呢 我们刚刚呢 也已经做了一个 配置 所以呢 我在这里面我就找到我们的这个购物车页面回来 那么我回到这个购物车啊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我的购物车这个页面 我在这里面呢 比如说我在这里面我要选择买两件商品 对吧 我要买它两 我在这里面点击这个去结算啊 点击去结算 然后我选择这个收购地址啊 选择这个支付方式 比如说我选择支付宝 我在这里面呢 点击这个提交订单啊 点击提交订单 那么这里面是不是告诉你创建成功 对吧 创建成功之后啊 下面你去这个 表里面你去看这个信息啊 去我们的表里面看这个信息 找到我们这个表啊 Smart UI 然后呢 Use这个Daily Flash BJ18 在这里面 Shop Tables啊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订单信息表 就是 Select Shield From我们的DFO O的 AVA 它里面应该有一条记录 对吧 看一下 首先看 2017年 对吧 11月12日18点35分 17秒 对吧 加上一个1 就是我这个用户的ID 这不是订单的ID 对吧 然后呢 看支付方式 等于3 代表我们选择这个支付宝 然后呢 这个Total Conway呢 是不是3 对吧 总价格是不是计算的这个52 对吧 运费呢 是这个10 然后呢 这个订单状态呢 是1 代表未支付 用户选择的这个地址的ID呢 是3 哎 就是我们的这个啊 他就是3 然后呢 再往下的这个 UdaID是不是1 这是不是这条数据 对吧 你这个订单里面 买了两个商品 这两个商品 是不是 在我们的订单商品表里面 应该有两条记录 对吧 Select啊 Select Shield From我们的DFO O的 故事啊 然后往这边看啊 看一下这个先不用管他 靠呢 首先 这个呢 买了一件 对吧 它的数量 它的这个价格呢 是32 SQID呢 是4 对应的订单ID呢 就是我们上面这个订单的ID 好 下面呢 这个呢 商品呢 买的是 两件 那么价格呢 是这个 10 对吧 价格是啊 价格是10 然后呢 对应的订单ID 是不是还差 商品的ID是1 对吧 这是不是这两条记录 对吧 这其实呢 就是我们 你点击创建订单之后 他会往我们的表里面呢 去加入相应的记录啊 关键的一句就在这边 你每下一个订单 你就要往这个订单 信息表里面加一条记录 至于你往订单商品表里面 加几条记录 有几条 有几个商品 你要往里面加几条 记录啊 加几条记录 OK啊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 订单啊 这个订单创建啊 今天创建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